镜头转到罗东 圣公所推出的路灯热养活动 获得社会大众的热情响应 而在圣诞节的前夕 镇内七所基督教会 特别邀请教友来热养630闪的路灯 用温暖的心来照亮大家 希望每一位路人都可以平安回家 由镇内路灯将近5800闪 近年来一些宗教团体和企业热心热养 耶诞节前夕镇内七所教会特别号召教友 任养633闪路灯 点亮了罗东镇的大街小巷 所以从9月开始 罗东的市区有600多闪路灯 是由教会任养 并且贴上甄选第一名的创意贴纸 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微小 但是我们求上帝借此释放大的祝福 包括愿上帝的光照亮我们的城市 愿路灯上的贴纸释放出平安和祝福 我们也鼓励任养人 这一年都要为他任养的那条街道祷告祝福 让平安临到社区 镇长林芝茉表示 任养一盏路灯不嫌少 善心最重要 希望借由宗教团体率先任养路灯 来扩散热心公益的风气 七所教会他们非常的用心 他们认为罗东镇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家人 他希望我们的家人 还有要回家的人能够平安 所以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我们的路灯总共有5800斩 那我们教会就 七个教会就任养了633斩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这个教会 这个宗教的力量 我们发扬光大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发挥爱心做公益 政公所日前也特别邀请 任养路灯的教会 立一颁奖表扬 借此呼吁大家踊跃任养路灯 做公益为美丽的罗东城 尽一份心力 宜蘭新闻记载 赖福新采访报导 一起任养路灯